温暖的氛围在明德大楼发亮 以数数花艺作品越来于实体店面 从网路起家的花艺家小静 以创作超解忧的莫兰迪色系花艺开始 端点基隆三年 从网路到实体店面 一步步打造自己的世界 我一开始的话就是自己先上网 先摸索然后看怎么做 然后自己就是慢慢就是po作品 也有还蛮多贵人帮忙 像是那时候就是有一个 8点档的李燕 对对对燕姐她主动跟我买花 然后又帮我po在她的FB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夜涨粉 我们小笔花画比较特色的地方是 我们花艺的色系 因为我们其实主打的是莫兰迪色系 客人他们收到 他们看到我们的作品都会说 你们的颜色很特别啊 小静希望将花艺带入生活 让花不再是高涉的消费 而是能成为一个生活态度 会不定期的与很多文创设计结合 推陈初心 让进入花艺世界的民众 有全新感官的艺术体验 一起分租店面的 还有这同样是八年级生的 动漫艺术工作者小白 白白头做做表情讲讲话 以基隆高校生制服女孩 打开知名度后 利用闲暇时间 继续为基隆这座城市 打造动漫人物 一位是英雄 这位是吉古拉 而这带有雨天气息 身着深色系的动漫兽女 叫黑渊 在她的YouTube频道中 制作了包含所有 对于讨论基隆市政议题 想要在这边开一个画画教室 教电脑绘图 跟油画水彩传统美术类的 那我们想说来这边住一间店 那跟她说我们要在这边住一间店 她就觉得说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一起来创业 一起来开一间店 那好处是房租装潢费用 大家可以平均分摊 从平面创作到二地动画 未来朝动画代言及YouTuber发展 两位年轻人最后选择创业 也开启了明德商圈的地方创生 看到年轻人 新驻我们基隆的这个力量 然后看他们的勇气 其实我非常感动 包含自己去联络艺人 或是用动画来创造 我们基隆少女这种角色等等 这都在在地显示说 我们基隆未来的发展以及希望 就像我们现在在盖的 希望之秋一样 过去这三东大楼 存在我们基隆的历史 未来我想会靠着我们的年轻人 勇往直前 代表我们基隆未来的希望 记者蔡小军 采访报导 教设 您的权 军 您的权 向您的权 您的权